18号深夜11点半左右 一只小黑狗叼着一包东西 回到炸鸡店铺的骑楼 老板发现是一个印有LV字样的 漱口袋打开一看真的惊呆了 赫然发现里头装有一个弹匣 一只枪管一根弹簧等手枪零组件 还有通枪条擦枪布等等 他赶紧通知担任头份市民代表的表弟周迅宇 并且报案来处理 那只狗虽然平时没什么在绑 可是基本上依火之道的 他基本上不会超过这个办法 所以有可能就是在这种招 弹夹 枪管及堂皇一式枪支的零件 同仁依规定采证并送相关单位来检验 持续扩大调阅监视器来厘清案情 这名炸鸡店位于头份市的建国路上 老板养的小黑狗叼回枪的零件 把大家都给吓坏了 周迅宇痛批真的很扯 而辖区头份警分局表示 已经受理现场财政 并且依规定来处理 看能否从任何蛛丝马跡中 找到这纸抽绳树袋的主人